有請周英軍老師來進行數字測驗 我們一起來測一下 未來一個月我和誰最有緣分 來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5079 7538 3651 4310 8706 好 我們來看看未來一個月 誰跟我是最有緣分的 我們來看看 我們從5079開始看 5079是林林老師還有靜淳 還有觀眾朋友選的 到底是誰跟你最有緣分 我們來看看 這個叫良情折目 志氣相同 以老闆最有緣分 就是老闆非常的看重 就是把你當成是朋友 你可以跟老闆一起去爬山 一起去釣魚 一起工作 你對老闆的知一知恩 你也非常的高興 所以你會非常的努力工作 所以你的工作就是會非常快樂 所以是老闆跟你最有緣分的 好的 再來我們看看7538 7538現場是沒有人選的 那觀眾朋友選到這一組 到底是誰跟你最有緣分的 我們來看看 這個叫夫妻齊心白鐵成金 你愛人是最有緣分的 你永遠把你的另一半 當成是你的愛人 互相的依賴 互相的傾聽 凡事都能夠尊重 凡事都能夠商量 所以說能夠同心同意一致對外 所以就是你 就是跟愛人方面是最有緣分的 再來我們看看3651 3651是 Amanda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選到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是最有緣分的 非常準 唉唷 這個叫試頂情生 就是完全的付出 就是跟你的女兒最有緣分 對 就是跟兒女們最有緣分 因為兒女聽話又懂事 那就是為了兒女的將來 你願意什麼都願意為她付出 無條件的付出 努力的拼搏 什麼都願意給她 所以說就是因為你完全的付出 所以全部都沒有任何的回饋 所以我們稱就是會比較 分數比較少一點點 但是其實就是跟你兒女最有緣分 那個叫做甜蜜的負擔 是 其實是很高興的 但是真的還是一種負擔 那我們來看看8706 我現在現場 現場三個男生 對 三個男生現場 從小男生到老男生都是 8706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是哪裡 跟誰最有緣分 OK 好 是個叫他三個彈頭 財神爺來敲敲門 太棒太棒了 跟財神爺最有緣分 財神爺建固你 所以你財運忘得不得了 有時候你在投資方面誤打誤撞 你沒有真正花很多心思 但是他就是回饋了就是灰塘多的錢 閒錢讓你不得了那麼多 所以說你在輕鬆 錢金錢換面是輕輕鬆鬆的路帶 所以是財神爺跟你最有緣分 是 謝謝老師